中文字幕——YK 满血复活的罗伊人将再次化身时场精英女联合奎黄、林拜、郑秋冬一起开拓新的事业为郑秋冬发展助力 新浪娱乐训 电视剧猎场正在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持续热播 目前该剧已播放过半 该剧也实现了口碑与收视的双丰收 其中,女主坚认姿更是凭借其 对罗伊人的出色演艺称为下半年,备受瞩目的女演员之一 在最近播出的剧情中 满血复活的罗伊人将再次化身时场精英女 联合奎黄、柯兰、微博、市、林拜、陈龙、微博、市、郑秋冬、胡歌、微博、市 一起开拓新的事业为郑秋冬发展助力 也让不少网友感叹 得一一人,此生无憾 与此同时 罗伊人和郑秋冬 也一改往日不断错过 相看未养能虐心模式 不少网友更是直呼在一起 随着罗伊人的角色越来越讨喜 其半年者兼任自人气不断攀升 与众多老戏鼓合作的他欲强则强 在表演上不断进步 无论是对人物的细节处理还是分寸感的把握 都获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 目前 《猎场》仍在湖南卫视精英 独播剧场热播中 罗伊人将重整旗鼓开拓新的事业 而戏外的坚韧姿 也将迎来自己演艺之路的崭新篇章 这位90后女演员 还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 让我们拭目以待 据悉 《猎场》之后 她将有更多新的作品和大家见面 如都市励志情感剧 《中国是合伙人》 谍战剧《秋产》 玄幻剧《问天路》等等 好的机遇加上个人潜力 渐人资的未来可期猎场 蒋亦美反对公司上市 罗伊人定居杭州腾讯娱乐训 蒋德仁发展壮大 一直是郑秋冬 胡歌 是 梦寐以求的 在昨晚播出的 《2007热血竹梦》 纵横职场年度压轴聚之猎场中 郑秋冬被临拜 《陈龙》是 说动产生了将公司上市的想法 对此网友们感到异常兴奋 秋冬哥加油 快开始你的表演 然而具体的计划还未成行 正秋冬就遭 遇了众人的反对 这不禁让观众们为他担心起来 剧情在线波兰 《猎场库云》直播关注度峰值 高达3.1707% 使战率更是高达18.17% 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郑秋冬欲将公司上市探口风 遭遇全体反对情绪低落 自从林拜提出焦德仁上市的建议后 郑秋冬就变得愈悦愈试 为了得到大家的支持 他还特地去探贾一枚 张明之 是 田苗 张震 是的口风 郑秋冬本以为自己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谁知二人听了他的想法后 皆是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蒋一梅更是表示 有梦想是好事 要是靠自己没办法 实现的一定是痛苦的 这让郑秋冬感到十分郁闷 不仅如此 林林拜的上司索尔 阿法 是 也对郑秋冬的上市计划非常不看好 他还声称郑秋冬的野心永远不可能 实现 索尔笃定的语气不仅让林拜感到不服 连网友们都坐不住了 话不要说得太晚 以正秋冬的聪明才智绝对可以做到的 罗伊人被魁黄说服来行发展 网友 蒋一梅地位 看优了陈修丰 胡冰 是的父亲病之后 罗伊人 兼认资 是 特地从北京赶到杭州 陪伴魁黄 柯兰 是 两人聊天时 魁黄趁机表达了不想让他回北京的想法 看到罗伊人并未动心 于是魁黄开始向他列举留在杭州的种种好处 经过多方考量后 罗伊人最终同意留在杭州 这本是件好事 但观众们一想到正秋冬也在杭州就忍不住担心起来 有网友猜测到 之前罗伊人也来杭州雄青春 望歉 是 就走了 这下贾一梅的女友地位也堪忧了 三个人的情感纠葛 牵动着巫术观众的心 昨晚叠场 酷云直播关注度峰值 高达3.1707% 使战率更是高达18.17% 继续稳居全国第一 罗伊人温望之幸 加一梅直爽开朗 正秋冬的最终归宿到底会是谁呢 锁定今晚19点30分 湖南卫视精英独播剧场 陪正秋冬一起在猎场中寻找真爱 怀上第三胎 虎可对镜自拍 肚子好大凤凰网娱乐讯 12月1日凌晨 沙亿微博散出虎可大度 赵薇老婆庆生 并写下生日快乐 我的宝贝深情告白 俩人一直是娱乐圈里的模范夫妻 还与有安吉 小鱼儿两个可爱的儿子 网友纷纷猜测是怀三胎了吗 安吉是有妹妹了吗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可解手里的手机 应该是早期型号 因此可得出结论 不是三胎放心吧 沙老师这是拿了个 什么时候的压箱底照片 相关新闻 湖可否认三胎计划 万一胜的不是女儿呢 来源 凤凰网娱乐凤凰网娱乐讯 5月9日 妈妈是超人第二季嘉宾 湖可接受全国媒体微信采访 有媒体问到有没有三胎计划 有没有打算为安吉小鱼儿 再添个妹妹 湖可否认到三胎计划线 在目前还没有 虽然我挺想 真是很想生个女儿 但是这是不是也不确定吗 万一生的不是女儿呢 紧接着有媒体追问到 万一生的不是女儿 是对生儿子有恐惧了吗 如果可以生个女儿 希望是一个怎样的女孩 口拉 阿拉蕾 甜甜 米娅 饺子 对此 湖可表示 不是对生儿子恐惧 是因为如果说想生老三 就是想要一个女儿吗 源于这样的一个期望 如果实现不了的话 不是还是有点小小失望吗 她还称 我觉得这几个小朋友 都非常的可爱 各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只要是我自己生的 我都喜欢呗 女生多可爱呀 又乖 胡可一家 胡可和沙一二人 于2011年结婚 婚后日有安吉和小鱼儿 两个儿子赵本山最美 弟子赵本山 最美徒弟坠楼死亡 至今死因沉迷宋小宝师妹 罗师于酒店草丛 死因错综复杂 小沈阳和宋小宝两人 可以算是赵本山的 众多徒弟中最为知名的 相比宋小宝来说 小沈阳成名的时间更早 在2009年的时候 赵本山就带小沈阳 走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 并在此次舞台上 表演了不差钱这个小品 凭借这个小品 小沈阳几 呼一夜爆红 随后 小沈阳的名气 也就越来越大 找小沈阳表演 节目的制作方越来越多 小沈阳在得知自己 红了之后 就对赵本山说 想要扇飞 当时的赵本山 虽然非常的愤怒 但是并没有反对 小沈阳的决定 最近娱乐圈 非反迎天的跳楼事情 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 跳楼的女星 为何会裸体跳楼自杀 其间有许多疑点 不过更让人疑问的是 事情发作在16号 娱乐圈发作这么大的事情 为何没有上热搜 这么多一点 让人难免猜疑 其间是另有隐情 今日我们就一起来巴一巴 死者忍娇出生于辽宁安山 中国内地女演员 摩特 在2013年 取得第42届州记小姐 真正赛区总决赛亚军 凭借着她超拙的表面 和招眼的身段 被观众成为第二个柳妍 以及小杨颖 可见对她的喜爱 尽管任交在娱乐圈中 只能算是一个18线明星 但一个年轻的生命的离去 网友仍是感到十分的痛心 关于此类音讯 许多人的榜首感觉 都是在炒作 随着老友 以及经纪人的不断证实 任交跳楼已经成为了事实 现在最大的疑点 就是任交真的是跳楼自杀吗 有媒体称任交是由于抑郁症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 许多明星由于压力太大而挑选 了断此生 就像乔任良 可是如果真的是自杀 任交11号发的微博 还想着做头发 14号还发朋友圈 说带爸爸妈妈一起出来游览 17号却跳楼了 到底是为什么想不开 还有媒体爆料是吸毒 由于在他死的前一晚 曾和一名男演员一起进入房间 两人一路还有说有笑 进入房间之后 莫非是在做着我为人知的事吗 如果真的是涉毒 究竟新闻之 后磨磨磨呼呼的 也是有可能发作意外的 现在整件事一点还许多 是否与网船的共同有待核实 要想不让谣言满天飞 就只能等官方出来给个说法了 关于这么年轻的生命 离开了人是你怎么看 答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